半角地带说呢 韩美的3K计划究竟是什么 他们是制定了 怎样的对朝作战计划 具体要怎么来实施呢 这个问题哪位嘉宾 宋老师这样 我们关于这个呢 是制作了一些相关的 这个动画这方面的话题 所以我们请宋老师 到这个大屏幕前 来结合相关的资料 来为大家呢做一个解读 这个3K计划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所谓的3K计划 就是三种方式 对朝鲜半岛进行 所谓局势的干预 一方面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已经把 战略轰炸机三舰客 放在了关岛 这三舰客呢 恰恰能够对朝鲜 构成一定的威胁 比如它在防区外 发射巡航导弹 包括其他精确制导的弹药 能够把朝鲜的核设施 导弹阵地一一摧毁 这是它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当然这三个战略轰炸机 来之前一定是F-22也好 包括F-35也好 包括F-15也好 保驾护航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其实还有一种方式 美国现在打造了一个 叫快速猛禽 一架C-17 配合四架F-22 实现对某些目标的突袭 这也是它现在一种考虑 还有就是第二种 你像现在在日本的 恒须贺第七舰队 第七舰队不会闲着 所以它一定会到周边 也就是到日本海附近 来通过它的伯克机也好 提抗德拉加机也好 来对它进行导打击 采用什么呢 战斧巡航导弹 采用舰载机上的某些 精确指导武器 对它进行攻击 打击的目标还是核设施 还是它的所谓的 这种导弹基地 这实际上是它的第二轮打击 其实你看 最近又曝光出来一些 核心的信息 说美国也好 韩国也好 准备用特种作战部队 来进入到朝鲜内部 府地 比如我看你的核设施在哪 我可以通过引导目标 我的轰炸机 来对你进行打击 另外我也可以 对你实施破坏 实际上这都是 美国 韩国 现在在演练的一些措施 我们平时听得挺多 5027 5028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 最多的是5015 实际上这个3K计划 恰恰是这些计划里面 一个重要的环节 如果爆发军事冲突的话 他们就会照章办事 当然朝鲜不会束手待毙 这样的话朝鲜半岛可能就乱了 非常感谢宋老师 好 先进回座